夜幕低垂 台湾的夜市很火 常常人气很望人山人海 当然有人的地方意味着前朝也多 在新北市府大花园夜市就是如此 迎来黑道际鱼 有竹林邦分子看上了商机 从3月份开始不断的骚扰 如果不缴保护费就让黑衣人来扎摊子 警方接到了报案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搜证 在昨天收网终于成功瓦解了黑帮组织 时间回到3月23号凌晨3点 花园夜市入口突然出现大批黑衣人 一股作气冲进已经打烊的夜市里 仔细看他们的手上都拿着棍棒 油漆甚至还有一次枪支的凶器 大约一分多钟过后 这群凶神恶煞马上跳上路边轿车扬长而去 但夜市自会已经被他们砸个稀烂 就连摊位也被破坏 红色油漆洒得到处都是 感觉得出来警告意味非常浓厚 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会被杀 我们要不要喝醉血 听得出来做小吃生意的摊商到现在都还很害怕 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夜市生意越做越好 吸引大批人潮的后果居然是引来黑道际鱼 而且为了勒索保护费被自治会拒绝还引来报复 其中还有黑衣人在犯案过后 把炫耀文贴上脸书分享给其他朋友 更夸张的还有他们会找借口 把人约到KTV先痛殴一顿再强逼签下本票 警方经过一个月多来的搜证 终于在13号发动收网行动 把一干人等统统逮捕归案 总算是让人气夜市证实恢复平静 最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